大家好,我是丛林自家波波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口味石 这条石是我们花了210欧买的 还挺长的,有一米多 我们现在把它剁成一块一块 这个蛇柚我们长成一节一节了 我们把它放在石板上面 把它表面金黄 这个蛇柚已经煎成金黄色了 还有这个酱我们刚刚也炒了一下 我们全部把它放在锅里 然后把它焖了 闻起来很香了 我们先夹一块出来试一试 看现在味道怎么样 已经炖到很软了 然后贝爷爷说过 蛇柚有点像鸡肉的味道 其实吃起来真的有一点 它里面骨头很多的 所以吃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我们把它拿出来 把它拿出来吧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蛇看上去虽然是有点恐怖 但是它吃起来真的是很好吃 它的味道很不错的 还有我们煮的时候是没有剥皮的 一起蒙 它这个皮吃起来好Q弹 里面那个肉吃起来也是非常的入味 因为焖的时间也是比较久的 有十年没有吃食 味道真的是很有变 你的皮就褪汁了 就是这样的 是鱿鱼 像这个蛇的话 还没煮之前 你摸它的皮是有点恐怖的 一摸它 你身上那个鸡皮会掉的一距 非常的恐怖 但是熟了之后太好吃了 好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哦